欢迎继续收听由紫金为您演播的长篇悬疑推理小说《无罪谋杀》 聪明反被聪明误 他一点都不了解我哥 他不只是对报酬感兴趣 他对钱也同样感兴趣 那么大一笔钱 无论谁见了都会懂心 程飞说话太多已经体力不支了 不得不停下来歇歇 张欣然将目地看着程飞 感到无比的冰冷 世界上最恐怖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你忽然发现 你最信任的人在偷偷地加害你 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难道不是和你哥哥狼狈为奸吗 邓家家看着奄奄一息的程飞 心中充满了恨意 程飞露出痛苦的表情 说什么都没有用了 如果我是你们 就想办法尽快逃走 逃得越远越好 花音刚落 从楼梯上传来一阵断断续续的哭声 不 乍一听是哭 仔细一听又想再笑 听得人从骨头缝里发寒 邓家家吓得一声音都变了 这 这是什么呀 就在母女俩 醋恶的目光里 一个人慢慢地走下楼梯 随手打开墙上的开关 走廊里忽然变得无比明亮 一个光头男人 出现在眼前 他并不高大 肩膀还有些倾斜 翻着青头皮的光头下 是一张颧骨突出的长脸 粗重的眉毛下 所有五官都倾斜着 尤其是那张歪斜的嘴角 永远保持着一成不变的嘲笑 那双残忍空洞的眼睛 犹如一条毒舌 让人不寒而栗 张欣然惊叫了一声 不由地后退 这张深深埋入 他潜意识中的恐怖面孔 已经成为魔鬼的化身 他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 尽管过去了二十年的漫长岁月 这个人的长相发生了一些变化 但张欣然依然能够把他认出 二十年前那个夜晚 那个偏僻无人的小巷 那个站在阴影里残忍杀死吕爱卿的凶手 那张黑暗中半明半暗的残忍面孔 一切汇聚在一起 化为眼前这个人 尾强鼻子里哼出一阵冷笑 小姑娘 你终于把我想起来了 怎么终于要见面了 一转眼 你都长这么大了 他又打量打量邓家家 赞许地点点头 你女儿也很不错 我长得像你小时候 当她的目光转移到成飞的身上 眼角肌肉不易察觉地愁动两下 声音依旧平静 谁把我弟弟捅成这样的 嗯 邓家家张嘴刚想回答 可是一看见魏强那对冷酷的眼睛扫过来 却吓得发不出半点声音 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害怕过 尽管面前这个男人什么都没做 就一股责任而逝的气息散发出来 张欣然说 哇 是我干的 是我把你弟弟刺伤的 他虽然怕得要死 关键时刻依然站出来保护女儿 魏强的目光刷地 转到他脸上 用一成不变的声音说 好 我一会儿要把你的手脚全都切下来 他说话的口吻 就像在叙述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 张欣然机灵灵灵打了个寒颤 他相信 面前这个看着其貌乌扬的男人 绝对说到做到 相比绿爱卿被切成两千多块 他要对他做的实在不算什么 这时候 那个一直躲在墙角 几乎被大家遗忘的原路突然跳出来 身材奕奕 丝毫看不出恐惧 他走到魏强面前 殷勤地对他说道 张欣然骗你呢 童上你弟弟的根本就不是他 是他女儿邓家家 就那个小丫头 他不怀豪意地指着邓家家 脸上万分得意 是他 魏强斜眼角瞅了一眼邓家家 邓家家就感觉 被一条大蛇缠住了一样 连挣扎的力气都没有 你可不要小瞧这小丫头 心眼鬼着呢 你还不如先把他解决掉 要不然他肯定一会儿 想办法换你的事 原路 刚跟邓家家打过架 心里还记仇呢 现在想借魏强的手 替自己出恶气 张欣然把女儿护在身后 质问原路 怎么 你认识魏强 是啊 要不然呢 魏强又怎么会知道 你们来这里 他炫耀式地从兜里掏出手机 我刚才一直给他偷偷发短信 告诉他情况 你们谁都没有发现 张欣然手足冰冷 可是我想不明白 你怎么会跟魏强狼狈为奸 原路一副狐家虎威的嘴脸 掐着腰站在魏强身边 那就感谢你的好丈夫邓泽明了 我是通过他认识魏强的 本来嘛 我的人都已经给他了 是想着一心一意跟着他 可是他有那么大一笔钱 居然不告诉我 我问他 他还跟我翻脸 我终于发现这个男人太靠不住了 那就不能怪我无情了 我暗中观察邓泽明 发现他经常偷偷前回别墅里 凭着我对他的了解 我在这里面肯定是有鬼 十有八九 他那笔巨款就藏在这栋别墅里 我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魏强 他答应我理应外合 拿到这笔钱 然后三七分 我只拿三成就心满意足了 我这个小女人胃口并不大 魏先生 你说是不是 原路耍剑似的把胳膊 颤到魏强脖子上 炫耀似的看着张欣然 突然 魏强把他整个搂在怀里 不 应该是把他脖子 估在臂弯里 另一只手搬住胳膊 一起用力 原路还没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脖子便被粗壮的胳膊勒住了 他双手徒劳抓挠魏强的胳膊 魏强面无表情 肌肉越绷越紧 腮帮子里鼓出一块 直到把原路勒得吐出了舌头 身子彻底不再挣扎 他才松开手 像扔死猫一样扔在地上 嘴里不以为然地说 气气歪歪的女人 烦死了 我的钱 一分都不想跟别人分 张欣然母女 看得惊骇至极 一个大活人 眼瞧着被胃墙弄死了 他居然无动于衷 仿佛碾死一只蚂蚁 一样平常 魏强问承飞说 这样吧 我把张欣然母女都切断手脚替你出气 你觉得满意吗 承飞薰弱地靠坐在墙角 因为湿血过多 脸色苍白如指 那双与魏强有几分相似的眼睛 默然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事情 直到魏强问他 他才缓缓摇头 怎么 你还觉得不满意 那你说 我该怎么处置他们呢 张欣然听得心里都结冰了 他们母女落入这一对魔鬼兄弟手中 简直生不如死 承飞 有气无力地对魏强说道 用不着这样吧 哥 你什么意思 事情都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 何必更耿于怀 当年张蕊对咱们家也是很照顾的 就是后来出了一些误会 魏强冷笑了一声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 梁子 你从来跟你哥就没有一条心过 你甚至连咱妈是怎么死的 也忘了吧 魏强脸皮抽搐 露出痛苦 我当年帮你把程永波两口子弄死 就是为你将来报复张蕊提供条件 你单身一人改了名字 有房有钱 又没人知道你的底细 你想作案实在是一如反常 有你在 我就算是被枪毙了 也能放心 可事实上呢 我在监狱里蹲了整整二十年 二十年里 你居然和我们的仇人相安无事 过起了太平日子 你可真对得起咱妈呀 魏强用手一指张欣然 鬼根结底 你不就是因为这个女人吗 你不是不恨张蕊 你是舍不得对他女儿下手吧 一句话 犹如锋利的刀子 戳破了牙医的空气 也戳中了成飞的心口 张欣然 惊愕地看成飞 成飞避开她的目光 那张与她哥哥一样冷漠的脸 出现疼痛般的扭曲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魏亮 张欣然质问她 她脑子已经混乱了 完全看不动一眼前的情形 甚至不知道自己应该怕谁 恨谁 成飞漠然无语 她其实就是一个 懦弱又愚蠢的家伙 魏强带着冷嘲热讽说道 竟然能想到 盯着南大碎尸然凶手的名义 去自首 这样做又有什么意义呢 想要牺牲自己来保全张欣然一家 又能安抚我住手吗 真是幼稚 你什么意思 张欣然问魏强 难道最近发生的一切 都是你做的 跟魏亮无关吗 小女孩终于开点窍了 确实 吕爱卿是我办的 你的学生是我杀的 本来我还想绑架你女儿 可是被这小子从中捣乱 没成型 要不然就更好玩了 你应该庆幸 你有这样一个脑残粉 从你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 她就喜欢你 我倒是没想到 她能坚持这么多年 真是够蠢的 如果她能跟我一条心 那你们早就生不如死了 张欣然心绪复杂地 看着承飞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为什么还要假扮凶手 承飞叹口气说 她是我哥哥 我没有选择 我以强手 看到吧 她就是这样一个摇摆不定 瞻前顾后的蠢货 实在没路了 想到了自己自首 这种天真的想法 又能改变什么 其实什么都改变不了 该发生的 一样要发生 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而她 却落得现在这个下场 真是可悲啊 感谢收听